所以今天我們就請談會員來跟我們談談 在這個5G時代裡面 我們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哪些的影響 來 談會員 OK 那我絕對不會站到這邊來 剛剛已經看到投影機的效果 所以我這邊站一下 那就請大家掃一下這個QR Code 然後這個slido這個網頁 我們稍微有一點點時間 大概有兩三分鐘讓大家提問 然後大概有20分鐘左右的時間可以回答 那這個網頁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你不管是solido或是加入slido.com 然後輸入10029-號 比如輸入進來的話 它都可以匿名地提問 那所以有些舉手的時候 比較不方便問的問題 就很適合用這樣的方法問 因為大家都愛滑手機 有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那第二個它的特色就是說 你可以按讚 就是如果別人問的問題 你覺得說這個很不錯 那你希望我早一點回答 那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數量就是越高它越會浮到上頭去 那再來就是這個空間的兩個主要的規則 那如果已經有人掃 都掃到了嗎 掃得到的話 那可以試著就是說成五安什麼之類的 確保說這個我們在台上的Wi-Fi連結沒有出問題 應該是沒有出問題 對 好 非常好 已經有一個人說五安了 好 那對 那所以待會兒的這個進行方式就是說按照讚的這個順序 我會highlight大家的問題 然後我會說有人說五安那我也只要說五安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以及把所有其他跟五安相同的都能夠收起來 還有一位朋友請問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他要請問什麼 所以像這樣子incomplete sentence大概就不太會有人按讚 但是如果你還是希望有人按讚的話 就要開始拉票 是一個拉票的好時機 好 那所以有一位在測試的 有一位說帥氣的 非常感謝 然後有一些朋友們問說可不可以合照 當然是可以合照 待會兒有休息時間 好 那在大家想一些比較serious的問題之前 OK 那我先就是接著剛剛那個齊北主持人的話好了 對 我最近也才大概不到一個月前 才第一次試著用那個Line Pay 然後那也是卡在認證程序上 不過我稍微比你就是進展的遠一點點 就是他有到那個掃身份證的那個環節 那我就想說對 那明年我其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明年我要試發新的身份識別證 那就可以用手機直接感應 我就不用再去掃身份證了 那他一掃我的身份證呢 他就立刻就辨識出我的那個名字 然後呢 就說辨識這個 一下子 完全可能0.1秒吧 就辨識出來了 說他就是 我叫做唐鳳鳳 那所以就是說顯然他的那個AI model裡面 大概就是都是三個字的名字吧 那然後 所以就是說我的身份證中間有個空白 那他就必須要這個hallucinate一個字去 那等一下他不知道要看出什麼字來 就唐鳳鳳 那我自己就必須要把中間那個字刪掉 才會就是做出這個有意義的支付來 所以最後支付有成功 對 但是用來叫計程車就從來沒有成功過 我還如果就一直當機 對 好 那所以我的point是說 AI在我的觀點裡面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它是輔助我們大家來節省時間 來降低風險 然後來讓我們更多時間可以花在彼此身上的一個工具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就跟任何一個人的助理一樣 他也難免會犯錯 那但是只要說最後這個decision making 就是說他所做出來的決定 不是就代替我們做決定 而說我們還有一個review的機會 不小心變成三個字可以改回兩個字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變成是好像說 我們是信任他給他很多資料 但他把它帶到一個我們不希望的這個位置上面去 那所以我想就是value alignment 就是我們想要的那個世界 那AI是帶著我們去我們要的 而不是我們不要的那個世界 以及accountability 就是中間隨時每個地方都給出交代 我想這兩個還是最主要的事情 那有三位朋友們問說 欸 可不可以加我Line 可以啊 我的Line的ID就叫Digital Minister 那跟我Instagram ID是一樣的 小寫D-I-G-I-T-A-L-M-I-N-I-S-T-E-R 好 那QR code 我這台iPad上沒有來 OK 這個剛剛回到過了 好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對我的關愛 然後可以合照 想合照 加一 沒有問題 午安 悠悠 好的 他們也好 想你 午安 我想 老婆很弱 怎麼辦 鄭偉好 等等 邱家蘭 想被增幅 以及IG很棒啊 好 OK 感謝 好 那所以就是所有問題都會拿 我是不是可以下台了呢 OK 好 那 More seriously 剛才就是有提到5G啦 那我用5G也用了一陣子了 那在之前就是 韓國還沒有疫情的前一個禮拜 就是我從韓國一回來 他們就疫情爆發 還好 不然要關14天 那我就在那邊 就是 應該是LG嘛 就是有一台ThinkQ 5G的手機 那就在那邊先試用了一下 那之後當然台灣這邊開台 那也用了兩台5G的手機 那用到現在大概對我來講 就是我感受比較深的 還是在就是extended reality 就是讓大家共同在場的這種感覺上 我們都知道說我們以前如果是用視訊的話 如果我們用的是一些比較就是家用的這種設備來做 video conference 那常常就會出現說 你如果在看著對方眼睛 別人以為你在看他的脖子 你如果讓他覺得你在看他的眼睛 那他就事實上覺得你在看他的額頭 那這樣子一個就是那個camera的位置很難對齊的情況 那你如果把這個解決了的話 那還會有一個就是 你從你點頭到他看到你點頭 中間會有一個lack 就是會有一個好像就是不太知道說 到底他是在點你上一句話的頭 還是點你這一句話的頭的這個情況 那如果你把這個latency問題都解決了的話 那才會有一個好像見面三分琴 在線上可以多少重現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latency 就是從你這邊有一個行動到他介紹這個行動中間的這個延遲 中間有很多原因 但是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你所用的連線的方法 如果你是用光纖或是光纖配上有線網路的話 那大概中間是幾乎沒有延遲的 大概如果是4G網路的話 這個延遲就是人腦可以感受得到的這個延遲 而又當然如果很多人同事在線上的時候 那每個人的延遲都加在這個上面 很快就不會有一個大家都在同一個房間裡面的感覺 所以在此之前 就我們如果比較認真的要談判 或者是說要做一些 就是沒有見過面的相對是陌生的人 我們要做一些很實質的交流等等的話 那基本上都還是要雙方都有相當好的設備 然後都是關在房間裡 那但是這件事情就變成是說 我們隨時看到對方的那個樣子 基本上就是好像只是換桌布一樣 就是不是他在會議室裡的桌布 就是他在他自己家裡的桌布 那但是事實上都是在房間裡 因為只有那邊才有比較穩定的光纖連結 那5G就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你在任何地方都有類似於光纖那樣子低延遲的狀況 所以不管是在山上或者是在海邊等等 那像我現在常常是用一個內建5G的設備 叫做XR Space 那我就是用那個XR Space 它去掃描我所在的 不管是一個房間也好 或者一個戶外的地方等等也好 我把它掃描建模之後呢 我就只要讓所有其他帶上XR Space的人 進入我自己家 那這個家是我剛剛掃描出來的 那馬上大家帶上這個之後 我還是可以看得到在場的朋友 但是我也可以看得到不在場的朋友 然後從我點頭啊 從我揮手啊等等 到他們接觸到 就是我點頭揮手的這個訊息 中間是幾乎完全沒有延遲 那一下子又回到 就是見面三分情的那個狀況裡面 所以5G是把這個Code Presence 共同在場的這個感覺 帶到戶外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它的一個 我目前用這幾個月來一個貢獻 那有要記得按讚啊 不然我怎麼知道就是哪一個問題 大家比較想聽啊 有零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5G時代來臨啊 所謂的網路霸凌啊 有沒有可能也變得更多啊 或者是更快 我覺得很多是看你怎麼樣子去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像大家都知道說 我把我自己的照片是拋棄掉著作權嘛 我肖像權也都拋棄掉 任何人都可以拿去做梗圖啊 什麼唐風過台灣啊 什麼腦破耕田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來環保署做一個什麼唐鳳茶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我完全就是 他們製作了之後 我才知道他們原來做的這個梗圖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怎麼改 隨便亂改啊 我都不會去告他們 那當然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創造都是對我就是 就是讚美的嘛 也有一些就是對我否定的啊等等 但我看到也覺得 這個很有創造力啊 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啊 我也學到一招啊 那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我不會把說 拿我的名字也好 或拿我的肖像也好的創造 當作就是take it personally 不會覺得說好像是針對我而來的 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素材 那這個素材 我本來就拋棄著作權了 所以日本如果有一個饒舌樂團 要拿它去做像Dosmonos 然後去做一個rap的話 我覺得不錯啊 這是他們的創作嘛 我只是他們的創作 的一個素材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5G的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大家就是掩耳鼻舌聲 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 透過這種co-presence 共同在場的情況在的話 其實我覺得反而不容易霸凌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事情 其實你隔著螢幕 如果只能打字 而且尤其是匿名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是就是比較容易做一些社會上面 比較出格的一些事情 那但是如果你是面對 你知道對方的注意力在這邊 你知道對方在場 而且對方不管舒服不舒服 你立刻就感覺到 他的肺炎訊息的話 那其實一般人是不會去做 就是大霸凌的這個活動 尤其是當他知道說 還有很多個人可能同時看著 的這個時候 是大家是有一種 就是關在自己房間 然後都沒有別人看著 或即使是有人看著 他也不覺得這些事 跟他共同在場 在這樣一種isolation的情況下 才比較容易變成是說 他得不到他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力 所以只好透過霸凌啊 出征啊 就是小白啊 中二啊 等等的這種方式 去嘗試要一些 其實他在現實生活中 裡面很渴求得到 但是得不到的注意力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呢 其實在網路上面 我有一個很標準的 一個處理的程序 就是說我會去 他可能留言100個字 那這100個字裡面呢 就是99個都是在人身攻擊 但是呢 有一個詞 我可以把它construit成 不是只是人身攻擊的意思 我可以去 專門回應那個詞 覺得說 這個詞裡面有 可能有就是建設性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很快就會學到說 只有建設性的部分 才會得到我的注意 才會得到我的回應 那很快的大家就會學到說 那人身攻擊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對我來講 它只是語言資料而已 只是語料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 但是大家在5G的時代 第一個是盡量把大家邀請進來 到同步的關係 因為在同步的空間裡面 比較不會發生霸凌的事情 然後第二部分 大家也可以去練習這種 比較精神按摩 就是跟別人的這種霸凌等等 把它當作一種創作的 這樣子一種心情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那我怎麼看VR的發展 很多人說VR是5G的重要應用 但是VR似乎還很難普及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我是今年才第一次 能夠帶到XR Space那種 就是我可以連續帶個三四個小時 然後頭部會暈 那主要是因為它重量相當輕的VR設備 那另外一個特色是說 它雖然有附一個控制器 但那個控制器 就是我好像用不到兩次 那因為它市場有手勢控制的能力 就跟未然那個HoloLens一樣 所以我絕大部分時候就是用手 然後我的同事就看我很奇怪 在那邊跟空氣中不存在的東西 這樣一直點啊 放大啊什麼 然後它因為手勢裡面 有很多social的手勢 所以你可以跟人high five 你可以拍手啊 你可以擁抱啊等等 有很多手勢可以去做 那所以這個第一個 它感覺比控制器來的personal 就是你不用特別去學習 你就可以直接去跟對方互動 那第二方面是說 因為你可以在裡面 相當久了一個時間 而且都不會暈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才真正有可能是一個大家共處 就是都在同樣一個場面的那樣一個情況 所以好比像說我如果要去看什麼瑞士的 什麼這個一個高山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去邀我的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進入一個像是電影院 但事實上感覺就是我們好像坐著熱氣球啊 在這個瑞士上空這個漂浮啊等等 那其實就是像是這種很relax的這種情境 或者像因為我媽她是這個太極導引的 就是打太極的嘛 那所以我就跟她說 在裡面有個太極師傅啊 我可以請她來critique一下 這個太極師傅她的那個全架啊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就是說一下子就可以很容易 有一些比較soft的比較social的 這樣一種活動 而不是像以前好像 你必須要是非常認真的玩遊戲的那樣子的朋友 才能夠進入VR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social VR 我覺得是VR的不能說是killer application 但是至少是讓我比較願意花多一點時間在裡面的這樣子一種應用 那同樣的就是說 大家如果只是從一個cubicle到另外一個cubicle 其實你沒有進入VR世界的這個必要嘛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從一個高山到另外一座高山 那或者是甚至潛水啊等等 就是在一些比較outdoor的這些場景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就比較有進入VR的那個動機 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樣聽起來AR比起VR應該有更有應用的場景 有沒有消費者粘性很高的AR的應用範例 來推動更多5G的一個用戶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不過當然就是說 如果在場有人有帶就是AirPod 或者AirPod Pro的話 那個就是AR啊 沒有人說這個augmented reality 一定要是視覺的嘛 它也可以是聽覺的 就是隨時有人聽到你講一句關鍵字 然後就是Siri在你耳邊翻譯一個東西啊 查一個天氣啊 怎麼樣啊之類 那個也是augmented reality 因為它把你所處在這個現實加以就是擴增了嘛 那所以 因為我在加入那個之前 有大概六年都是在跟Siri team打交道 就是在蘋果啦 所以我們當時想像的場景 基本上就是這種不intrusive 就是不會變成好像是你要分心去使用Siri 而是說Siri就是在你周遭 然後你隨時想到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開始跟它互動 那它就等於增幅你的現實吧 像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那這樣子的一種做法當然就是如果你有一些運算 像剛剛這個主持人說的 需要在雲端裡面去進行運算的話 那當然就是5G可以讓這樣子的傳輸是變得非常的快速的 那而且5G它有一個就是在基地台就可以計算的那樣一種能力 那所以也不需要等太久 那就可以去看到說 那我們所有聽到的東西 如果你是在一個你能夠信得過的資安上面有問題的 5G的就是所謂的clean network的這個提供商 所提供的那樣子一個基地台去做計算的話 那我們之前有討論過一些可能的場景 好像比方說自家車或者是說一些電動車 那我們之前在那個上周的另外一場活動 這個有討論過說 有些人就是在那種電動車裡面 他感覺不到那種引擎的聲音 然後他旁邊如果都是電動車的話 他也感覺不到他們引擎的聲音 所以他開車的時候好像就是沒有那種開車的感覺 那5G就是可以在他們附近的基地台 在他的車子裡面把那一部車做成augmented reality 就是他旁邊有車靠近的時候 就算那個車是電動車 它可以augment引擎聲出來 讓你覺得說就是旁邊的車子在接近 後面有車子在加速 你自己的車在加速 其實外面都聽不到聲音 但是因為車子裡面是一個音場 是一個soundscape 所以它可以模擬出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錶車 那樣子的感覺 但是就是說那是讓一個人他可以變成 它不用是說他自己要去適應新的技術 好比像說就是太安靜的引擎 它是可以讓技術來適應它 就是不會變成是說好像每個人都是要 就是借除一些習慣才能夠使用新的科技 而是說你可以有一個slow migration path 就是說那我覺得車子還是應該發出聲音 那我就用AR讓它繼續發出聲音等等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說 我們在看我們所在的這個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就是計算環境的時候有哪些事情是我們覺得是norm 就是這件事情應該要是這樣子的 那只要不妨害到別人 那不妨就透過一些AR的方式 讓世界變成就是讓你比較能夠去接受 就是新的技術以及跟人互動新的可能性的一些方式 那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目前我看5G的應用 一般消費者最會有感的應用是什麼 以及對於平台或者對於品牌的意義又是什麼 當然就是說我們在5G的就是實驗場域 我們目前看到相當多的垂直實證場域 那這樣子的實證場域呢就告訴我們說 有些東西它不是就是最有感的應用 它是must have 是說你沒有這個的話就沒有辦法的應用 像剛剛講到就是說 讓自駕車之間彼此通訊不要發生擦撞 那當然是一個就是must have的應用 因為你不可能在路上就是每一台車後面都拖著一個光線 大概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就是必須要的應用 或是說之前我在就是5G BTC的時候 有聽到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就是說現在就是開就是怪手 就是挖掘機等等這些師傅 那他們現在就是在現有的這些怪手上面 加一個很簡單的一個adapter 加一個模組 那以後呢就可以像那個新世紀福音戰士一樣 就是說開的人他不一定要在那台機器上面 他可以在遠端去遙控 暴走的時候可以把他這個抓回來 等等的這種方式 不過新世紀福音戰士好像他還有拖著一條光線 所以不是很好的比喻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那個就是不管是挖掘機 或者其他可能就是比較在危險的地方 作業的一些環境 比如說在月球上等等 月球上很快要有4G基地台 在這些地方的環境 只要我們把它升級到5G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在場的所有的這些視覺訊號 聽覺訊號等等 都可以直接去有點像是那個醫生打文席開刀的那個手術一樣 傳道離他希望不要太遠了 如果跨12個時區 現在還是會有點delay 跨沒有那麼多個時區的一個操縱師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師傅一方面他就可以從一個工地切換到一個工地 他中間不需要就是旅途噴破 那二方面就是比較不容易出現就是職業傷害 那三方面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他所看到的東西 機器也收到一份副本 所有他做的決定 機器也可以在旁邊學習 所以他就是平常的操作的過程裡面 他就已經在培養他的機器的學徒 那這樣子當一個新的比較沒有經驗的朋友 要來接這樣子就是開怪手的工作 或開刀的工作或什麼的時候 他就可以有一些背後靈 就是一些師傅所累積的經驗 一直在指點他說 你在這邊在那邊怎麼樣才會比較對 就是類似輔助駕駛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那所以就是說 每一次只要有這種即時需要反應臨場突發的情況 又可能有一些風險的時候 那而且不可能兩邊都一定是在有光鮮的房子裡的時候 那5G在這方面就是必須要有的應用 就不是只是nice to have的應用 那有七位朋友們問說 那5G到底會怎麼影響我們的生活呢 會建議企業可以往什麼方向思考 去抓住所謂的新紅利 那這裡面大概有兩個 就是說第一個是說 如果你是自己是好朋友製造產業製造業 那在此之前呢 就是做smart machinery或什麼的 就是智慧機械的時候 你覺得說我把工廠裡面的每一台機器 都簽一個光線或者放一個WiFi或者怎麼樣 這個成本太高了 那現在5G就是提供一個很好的方式 你可以用minimeter wave等等的方式 讓你在就是廠房裡面的幾乎每一個地方都好像有放上光線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去做很多製程上面的就是capture資料的蒐集 然後跟製程的優化 那這個優化呢 其實你就不一定去說哪些先做哪些後做 你可以就是先讓這個我們叫digital twin 就是每一個在實體世界裡面的製程的部分都有一個數位的聯生 那慢慢你在這個數位的聯生的這一層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simulation 去做模擬 那按照模擬的結果 然後回來feedback說你要調教哪些地方才能夠去優化你的整個製作流程 生產流程等等 所以這個大概是主要面對製造業的 那如果是面對服務業的話 那確實是可以開始想一想說 有一些因為不管是疫情的關係 這個國外的朋友們一下子沒有辦法過來到面對面 那你怎麼樣去把更多的關於你的這個服務的價值啊 精神啊 及時的互動啊等等啊 甚至像旅遊業啊 或者是旅宿啊 像我最近去 就是不是去啊 在沖繩 這樣講在也很奇怪 沖繩當地的就是情商會 那就去討論說 因為我之前去過一次沖繩 那次剛好遇到颱風 所以就是有大概24小時的時間都關在旅館裡面 那但是在旅館裡面當然除了看就是颱風 就是在外面肆虐之外 那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在那個時候去 就是除了上網查一些資料之外 去進一步的去體驗說 那我接下來會安排什麼行程 那行程會有什麼感受等等 但如果當時就已經有這種AVR 它甚至不一定是要用頭戴式 它可以用整個房間的投影啊等等的方式 讓人能夠先去做一個體驗的話 那我不管是在14天的檢疫期 或甚至我在飛到那邊之前 其實我都已經可以去跟在地的朋友 有更多更親切的互動 就是更有人情味了 那這樣子的話等到我實際到的時候 這是一個比較深度的體驗 而不是說好像走馬看花的旅遊一樣 所以它在服務業上面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用法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這個全部回答完 最後有這個四位朋友們說支持我當數位發展部部長 非常謝謝這四位朋友 不過就是我並沒有對自己有任命權 那而且我們的組織法也還沒有送到立法院 那以我的理解數位部會不會叫發展部啊 或者是到底那個字是不是部啊 還是會啊 還是按照我的想法應該叫博物院啊 這個都還在討論之中啊 所以有點Premature 但還是謝謝各位的好意 謝謝 現在是QAE時間嘛對不對 是不是 其實是 主持人說是就是嘛 對 好吧 OK 大家今天問吧 我們有時間控制怎麼樣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啊 來 請請請 來 大家有問題請問 對 那就服務一些在場 剛剛掃不到QR Code 或沒有帶手機的朋友啊 可能一共零位啦 好 那服務一下在場比較願意用麥克風發言的朋友 我問一個問題好了 好 剛剛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5G的這個場域裡面 那個VR對不對 然後你覺得VR的這個發展 有沒有可能像我們以後 以前在講3D電影 因為3D電影那個時候 說實在它出來的時候很夯 可是後來我真的覺得 它的發展就讓人家覺得說 很大而無盪這樣子 OK 那我不知道說你覺得VR這個是已經超越了3D的那時候的 這個大家對它的期望了嗎 就是它的這個科技的發展 我想是還是要稍微分一下技術跟載具啦 你剛剛講的是3D電視那個載具啦 那確實就是大而無盪 確實 我也同意 但是3D電影它其實就是類似就是你只能轉180度或者 或者要看那個視角啦 從就是120度到270度都有的VR 那所以我在VR裡面也常常看3D電影 所以3D電影並沒有消失喔 那甚至這次 疫情也有很多就是運用Steroscopic 就是類似3D電影拍的那樣子的技術 然後把人直接放在就是不管是百老匯的歌舞劇的裡面 或者是第一排或等等的這些體驗 那那些體驗在YouTube上面都是非常非常多人看 然後比方說我也有去看那個Broadway 就是他們應該是Cats吧 的那一次的那個體驗 它是Limited Time 然後我就一面看直播 可是很奇怪看直播的人都在批評電影 我想說他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他確實是可以讓人有比較生理其境的感受 所以我想每一代的技術都是在為下一代的技術去累積素材 它中間並不是斷裂的 它會感覺是斷裂是因為那個hype cycle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把它就是吹捧到一個 其實不是它能夠解決的問題的那個程度 那當然就會出現這個就是讓人失望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但實際上技術是一直就是非常穩定的在進步的 所以像以AVR來講 像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看到說像HoloLens 本來是說它是好像太貴的玩具 沒有人要買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它現在不但在台灣有發售 而且很多的像剛剛講的那個工業4.0 應用裡面他們就用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修很多的就是機器等等 那有經驗的師傅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飛過來 然後等14天檢疫 就全世界都需要它 所以它就直接去利用AR眼鏡 去把當地的就是比較資淺的這些維修員 但是它在看的時候就像我剛剛講 一直有一個老師傅的背後靈 在後面看它有沒有做對 那它一下子就是如果不知道要怎麼做的話 馬上它就做一個在空間裡面的標註 然後說你要先修這邊再修這邊再修這邊等等 那這個是已經非常成熟的應用 所以應該不是hype 現在就是說整天他們就是用這樣方式在修機器 如果沒有別的問題 我們就等我們其實最後面是有準備一個Q&A時間 大家可以一起問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們就唐委員 如果有問題嗎 那我們再問你好了好不好 好 OK 來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各家企業都會繼續在想5G的應用機會 但是在 但是在整個研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企業都必須要投入蠻多的這個研發的成本的部分 那我們曉得在政府單位的部分有沒有具體的輔導 或者是獎勵的相關計畫 有 有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我們因為設計了就是5G競標的一個設計的方法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我們就多了一大筆錢 那這筆錢他不會拿去做別的用 而是就是拿來做5G的發展用 對對對 這個有stayholder在這邊我瞭解了 對 好 OK 對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不會說就是挖動牆補戲牆 我們不做這種事情 這個是在前瞻2.0裡面 那我們就已經特別去說 它的概念很簡單叫做越偏向越先進 那因為我們在台灣我們是瞭解到說 通訊權嘛 健康權嘛 學習權嘛 這三個是屬於就是國家如果是用公款來補助 大家是覺得OK的事情 就刷健保卡的時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 刷金融卡才是資本主義國家 那所以在這三件事情的應用上面 然後它尤其是在偏向 就是現在4G利用率或4G接取率不太夠高的這些地方 尤其是它不管是什麼無人機送藥啊 或者是這個無人船來代替這個離島的需要人開的船 那個transportation啊 或者是說偏向他們有很多像原住民族的那個學習圈 它每一個學校都湊不到能夠請一個專門的族語老師來教 所以大家應該要一起進去就是augmented reality去學族語啊 等等的這些應用 這些應用都不是就是nice to have 這些應用都是沒有5G的話 大概就做不到的這些應用 那所以我們就會優先挑這些 不管是在學習上面健康上面還是通訊上面 在這些偏向的地方去用就是剛就是拿到了這些錢 然後再去讓startup能夠在那邊去進行投資進行應用 那這樣的好處有兩個 第一個是說就這個業者的角度來看 他們知道說Millimeter Wave這種沒有人知道他怎麼用的技術 到底怎麼樣用比較對 那這是一個在技術上面可以有所學習 那第二個就是說整個社會對於5G 他也能夠去想到說 那果然我們是可以接取到一些 我們在4G時代沒有辦法接取到的服務 他不是只是好像讓都市裡面的人 他就是下載這個影片更快一點點 而是說他真的能夠解決到社會問題 那這樣的話這些startup也要scale out 去別的就是也正在部署5G的國家的時候 他是可以整個solution model一起過去 而不是變成我們好像要單打獨鬥這樣 希望要回答您的問題 好 謝謝 我想我們待會再一起問好嗎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謝謝唐委員 好的 現在我們進行我們下班場的座談時間 讓我們再次掌聲 歡迎我們主持人范淇斐小姐 同時邀請我們的講師們 第一位是數位政務委員唐蓬 以及我們台灣澳美的執行創意長 孔大宗 還有我們的百萬youtuber劉沛 邀請同時上台 還有同時邀請我們LINE的台灣企業解決方案事業部資深副總經理王愉榮 好 我們所有的Pandula都已經就定位了 然後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會分成三個部分 然後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唐委員在五點四十 他本來說五點半就要離開我們了 然後我就苦苦哀求 所以他就多給我們十分鐘 OK 所以後來現在他是五點四十的時候 一定要離開會場 這樣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一聲這樣 可是我們接下來還是會繼續完成我們的QA 大家還可以繼續問這樣子好不好 那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談一談 就是我相信在疫情期間 我覺得這個疫情真的拖了 比我想像中的遠很久啊 那這一次疫情期間 我相信大家在網上的時間 就是個虛擬的空間裡面 可能花的時間 比你在實際上的生活上 比以前來講就多了很多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第一個問題呢 我們就是想談談 在這個疫情期間 然後這樣一個新的狀況 就大家花這麼多時間在網上 說實在我們自己也是 我說實在我自己算是受益者啦 因為我們在疫情期間的新聞 都跑上去這樣子 那疫情完了 然後疫情情況緩和以後就掉下來這樣子 OK 那可是 我是覺得這一個新的情勢 應該要 我想是會有一些新的行銷的方式吧 這個新的局勢這樣 所以我們先請這個唐鳳來 跟我們談一談 怎麼陰影 因為疫情期間我是那個電商嘛 公賣局嘛 口罩嘛 口罩嘛 大家應該記得 OK 對 就是口罩實名值1.0到 一路到4.0 那確實就是這次的疫情讓我們看到說 好比像說我舉例 我們手機上面有健保快一通的 能夠去看到自己的健康存折的 自己的不管是X光片可以下載到手機 或者是說 如果醫生給你的一個診斷代碼還標錯了 你還可以知道怎麼跟醫生反應的 這個在疫情之前可能不到50萬人 那但是現在是接近500萬人 或已經超過500萬人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規模的成長 10倍的成長 也不能再成長10倍了 因為沒那麼多人 我說健保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以前是說一個Digital Twin 剛剛講Digital Twin是說 你如果是製造業的話 你把你所有的機器都在網路上面建模 但現在也有一個好像Citizen Twin 這樣子一個感覺 就是每一個公民 每一個國民都可以自己知道說 從健保的角度來看 關於我的資料都在哪裡 而且我不太用它來訂口罩 之後還用來訂三倍券 而且之後還可以用來做很多事情 好比像說 把沒有用到的口罩額度 Dedicate給這個全世界需要的人 到援助等等 等於選擇全區換姓名權 所以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所有的這些Digital Service 都是建立在一個說 那健保這件事情 它絕對不會被拿去做目的外的 這些非公務的這些利用 這是一個Trust Worthy Card 就是任何人用的時候 不會覺得說 下一秒就被賣給廣告商 所以說這個告訴我們說 這個Trust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只要任何一個新的Touch Point 因為大家舊的方法已經不能用了 那新的方法 你能夠迎娶大家的信任 一開始是鑰匙 社區是信任鑰匙的 接下來是便利商店 大家對於Kiosk有一些信任 那接下來是這個 就是健保快一通的各種應用等等 那大概都是建立在這個Trust上面 那當這個Trust 就是一開始建立之後 只要你不要去就是失去它 那在之後透過同樣一個管道去 递送各種各樣的公共服務 忽然都變得非常容易 因為大家就會左鄰右舍 都教你怎麼樣用健保快一通 怎麼樣綁定 怎麼樣等等等等 所以可以說對我們的國家的 這個數位轉型 確實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貢獻 對 所以我想對 可是建立Trust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 接下來我請大眾來跟我們談一談好了 那我的發現是 因為其實科技跟那個Covid-19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我們對於虛擬技術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的所謂 零接觸行銷的這種 我覺得那種運用它或是說消費者能夠接受的程度 其實是快速的提升 它變成一個很大的助力 但同時因為那個5G的一些建制 當然也被疫情的影響有一些稍微耽誤 可是其他很多的在技術上的 不管是運用跟這種接受度 它都在快速提升 然後其實很多事情 我覺得它已經根本的改變了我們的 不管是消費的行為 然後跟生活的方式 比方說就是 那個外送外賣服務 它其實在今年的台灣 就是一個爆炸性的成長 那比方說那個Zoom Meeting 就是那些視訊的 你用Zoom嗎 沒有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 不是我個人 因為我們公司 就是公司剛好是用了那個系統 那當然每一個 我想不同的公司要用不同的系統 可是它的這一種 我在想 就是它可能過去這半年 它整個那種視訊會議的 這個技術的成長 大概超越過去的10年 因為它不斷的被運用 在裡面去找到一些BUG去處處 出錯這樣 那我覺得這是一塊 那就是虛擬的部分 可是它另外一塊 就像我們那個報復性旅遊一樣 就是說大家就是 虛擬久了 實體接觸缺乏 你就想要報復性的想要接觸 所以我覺得人們對於這種 實體的這種體驗 我覺得那個慾望 其實也在同時提升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蠻有趣 就是說 你可以接納虛擬的東西 可是同時你又對實體會有更大的期待 這樣 那所以 那也就是為什麼大家 我們現在在談那個所謂的O2O的行銷 它未來這一塊 我覺得會變成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我覺得我腦筋很歪耶 你剛剛在講那個虛擬的 我一直在想那就是 沒有想到那個動作片 比較會待在家裡 那像我個人的話 沒辦法旅遊 那找什麼主題 我們寶可夢也是要出門拍 但是又沒辦法出門的 所以我們也是有稍微改變 就是想說 OK 那如果大家在家裡的話 那可以拍什麼樣的家裡主題的 所以我們就有開始做一個 以前是always去國外旅遊 現在都在台灣旅遊 那這樣就變成我跟我老婆可以更認識台灣這裡 但是很多我國外的YouTuber朋友 他們就是要做那種 像我剛剛說的long form content 但是也是很多很多YouTuber 或者網路上的人也是在做live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同時會live在Twitch 在YouTube 然後剪成精華版這樣 我相信如果今天疫情真的 覺得在台灣很嚴重很嚴重的話呢 我應該也是會做可能不同的podcast 或者live直播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們蠻幸運的 你意思就是說同樣的content 但是用不同的platform 不同的format Yeah so like 因為現在就是在疫情中 那時候在疫情中 大家都在家裡 所以有很多時間 所以他們可能看了幾個YouTube 五分鐘十分鐘就覺得 那時候同時也是錄自己 那這樣可以放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podcast everything OK 好 來 Susan 你的看法 從Line的一個平台角度 分成兩個面向去看 那第一個我們看到疫情期間 Line用戶的一個改變 有幾個變化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Line call 使用量非常的大幅的增加 打電話 就是你打電話 因為疫情的時間 大家可能在家上班 那除了剛剛有講到一些 用一些視訊會議的一些軟體之外 那實際事實上有時候你 比方說你一對一在打電話 或是一對二或是一對三的時候 其實在台灣最常使用其實是Line call 我們發現到說使用Line call的 不管是時間跟頻次大幅的一個增加 那另外一個finding就是 大家就像剛剛有提到說 對新聞的關注度也紛紛的提高 那這個其實可以在Line today的流量上 可以充分的一個感受得到 那再加上我們在疫情時間 我們有跟那個衛福部也合作 就是每天下午兩點 我們會播陳時中的一些 就是疫情的一個最新的一個這樣的直播 平均喔 上半年每一場每一天的直播 大概至少有十萬的收看人次 其實非常多人在看 平均我們比較一下 就是如果說不是這個樣子的話 有沒有這個數據 就是說如果不是衛福部的這種Live 或是疫情的話 一般來講像這種Live 會有多少人看 一般來說 因為這種等於說記者會的發佈 坦白說它並不像是 像是NBA或是像CPU 或是像說是蔡依林 它可能的數量會來那麼高 像這種一般記者會的一個那種直播來說 它一般的數量比較少 但是陳時中部長真的非常紅 所以大家的關注度非常高 另外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口罩地圖 我們的口罩實名字上線當天 其實我們這個服務也實現在Line裡面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透過Line的熱點Line Spa 你可以馬上搜尋到 在你附近離你最近的藥局 哪邊還有賣口罩 現在的庫存量還剩下多少 那我們看到這個服務呢 也是在疫情時間其實 受到Line的用戶非常多人在使用 這是我們看到在Line用戶上面的變化 另外也是我們有那個非常多的 Line有非常多的一些廣告組跟企業 這圖幣的運用上呢 我也看到有一些變化 因為今年上半年其實大家行銷預算 客戶紛紛荷包縮水 這個其實是影響是非常劇烈的 因為可能不用出門了 其實消費力變低了 那荷包縮水的狀態下呢 那你廣告組呢他就會開始去節省開支 那首先呢你就會看到說 那我手上還有什麼資源可以去運用 所以你會看到說廣告組呢 他把那種通常一對多 打Awareness那樣子的一個行銷操作呢 他開始慢慢轉型到客戶經營關係的 這一段的一個層面 那這段層面呢對於Line來說呢 Line的官方帳號的使用場景 就有蠻多的一些變化 因為過去可能都是一次就是發給全部的人 就是群發 但是我們在今年我們發現到說 在官方的應用 官方帳號的應用場景 他慢慢走向客戶關係的管理 維護跟經營這一段 我舉例來說呢 像是美妝客戶專櫃 這種仰賴通路瓶子非常重的 那你在疫情期間 你就沒有辦法去百貨公司買東西了 對不對 像母親節的一個檔期 那像我們看到一些 專櫃品牌的這些美妝 他們在官方帳號運用上面 他就會加裝了那個 你可以訂購母親節的那個組合 然後你到百貨公司再領取 所以去減少你停留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看到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使用chapbar的這樣子的頻次 也變得更高了 尤其呢 有特別highline像是肯德基 素食業者 他甚至也發展出你可以是透過對話 你就可以去線上外帶或是外送 等等這種我們看到說 越來越多的品牌 在這個疫情期間 他們更專注在行銷 從行銷的出發點走向了CRM的一個運作 更著重在客戶關係管理上面 就是我們看到說在line上面 不管是用戶呢 還有行銷的客戶 在運用場景也變了蠻大的一個變遷 OK 很謝謝Susan 然後因為這個是 尤其是客戶的關係的經營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也很需要 其實需要很多創意對不對 對 因為過去一對多其實比較簡單 但是現在我們剛好也提到說 科技越來越重視那種個人化的體驗 就是人人都是VIP的一個狀態下 怎麼樣可以透過數據 透過技術的一些 一些善用技術的一些分析 可以讓每個人都真的可以有感受到說 品牌去關心我們每一個消費者 有這樣的一個個人化的體驗 好 那我們到下一個問題 我們主要這個問題我們是想要談談 就是公部門 我想尤其是我們那個唐鳳唐委員 這個公部門現在其實也運用很多科技 它是可以辨明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口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一個趨勢就是說 除了它是使用者之外 它也是推廣者 那是不是請你跟我們談一談 就是說這個科技的未來 你的藍圖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沒有一個地圖 怎麼樣從一二三四五這樣走下去 其實蠻簡單的講就是說 像剛剛講到說不是只是使用者 也是推廣者 但是現在我們的願景其實是 就是任何一個公民他自己問說 為什麼口罩實名制的服務 沒有一個LINE知情人 他就可以自己去寫一個 像疾管家的Frank 就是自己跑去寫一個 我們本來都不知道說 原來他有在LINE上面開發這個的打算 我們本來都以為只有台南的 就是吳展偉跟江明宗兩個口罩地圖 但是其實LINE就跟他們同時上線 而且也就是大家非常信任的這樣一個服務 那當然慢慢就會有人說 但是我如果是視障者的話 其實這三個我都沒有辦法用 所以很快就會有人開發了 不管是Siri還是Google Voice Assistant 就是可以完全用講的 就知道附近哪裡可以買得到 那不管是用英語或者是任何其他的 那到最後大概有一百多種 一百四十多種不同的應用 那所以我想最重要的還是 這個開門造居的這個精神 就是說我們這個藍圖 其實像在防疫的時候非常清楚 就是說一個月之內要讓四分之三的人 有戴口罩親洗手的習慣 那這個是藍圖 那但是要怎麼樣達到 那就是大家各顯神通各憑本事 總是有一個新的做法來 那我們馬上就切換到那個新的做法 那有個小男生說粉紅色口罩 他不太敢戴 那隔天就大家都戴粉紅色口罩 他就忽然敢戴了 那所以總之就是說 用盡一切的方法去提高這個 Accessibility 這個可擊率 那但是這裡面就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剛剛講到Trust的這件事情 那好比像說 為什麼大家信任說 我可以把我的地理位置 透露給疾管家 然後疾管家找到附近的藥局 那甚至中間你可能有一些想要問的問題 那這些也許是pretty personal 那就是你的隱私的事情 那如果是疾管家跟你兩個中間 只有就是這兩方知道 那當然是OK 或者是說你要consult 疾管家介紹某一個鑰匙 或某一個醫師 你跟他consult 那這個當然很OK 那所以像我記得 我是2016年10月1號上任 那9月1號那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當時就是有跟 其實有跟LINE討論到一件事情 因為當時工部門對於LINE正在做 我們現在正在對這麼做的事情 就是不推薦大家 公務員在上班的時候去使用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時只有一對一的聊天 在LINE上是有加密的 就是LINE自己看不到 沒有辦法從中間攔截或竄改 但是就是只要有第三個人進來 在那個時候就沒有加密 就是完全明文 而且可能會被鑽改 所以我們就apply一些pressure 那但是我記得應該是我上任的時候 10月1號的時候 50人以下的群組 就全部都是letter sealing 就全部都是訊息加密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比較OK 就是大家在上班的時候 當然還是不能傳機密或公文 但是就是一些媒體的 或者廣宣的 就那種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這些東西 我們就覺得說那用LINE 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 就是對Zoom 有一樣的pressure 這樣子希望他們很快可以把 就是LINE在2016年10月 就實作的功能 能夠在Zoom上面實作 We'll see 對 那但是就是說 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斷給得出交代 然後大家就是有一個 新的想法的時候 政府不要擋大家的路 而是說 那你就innovate 什麼你就創新給大家看 但是呢 是類似一個sandbox 就是說你不管是無人車 無人船 無人機等等 總是就是在 大家可以覺得說 它速度不會太快 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的情況 先讓大家看一下說 這個新的技術是怎麼運作 那我們的法規就跟在後面 好像說在高速公路上面跟車 跟幾個車在後面一樣 既不是超前也不是落後 而是就是看著這個新的技術 它有沒有被社會所接受 那如果社會不接受它 那我們就知道說 那要換一種管理的方式 那我們感謝這個投資者 幫大家付了學費 那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大家是覺得很OK的 那我們就馬上就是說 那這個就是它合法的運作的一部分 像多元化計程車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想我們並不是說 政府有一個科技藍圖說 大家就一定要擁抱什麼科技 而是說整個社會覺得說 怎麼樣讓大家生活更方便 更美好 更就是永續吧 更sustainable 就是讓地球在我們登出的時候 比登弱的時候要好啦 那大家就是各品本身 去找各種各樣的方法 那我們不但不擋路 而且如果在中間 大家想到一個很不錯的idea的話 那工部門就幫忙amplify 幫忙增幅這樣子的想法 大概是這樣的做法 OK好 那時間很緊迫 所以我希望再回答一題 所以我現在趕快move on 好來我現在下一個問題 我現在問那個susan 我知道line 積極在發展很多新的服務 新的應用 那也包括這個品牌接觸 消費者的這個節點 這裡面有展示型的廣告 跟官方帳號等等 那也有這個原創內容 我們那個算原創內容嗎 對對對 OK好 那所以在未來5G時代 從line的角度的思考 你覺得有什麼跨界合作 是可以期待的 現在line官方帳號上面運用 其實現在已經有159萬個官方帳號 那從最大的企業主到 可能是一間咖啡店 或是可能是一個小餐廳 就是從最大的客戶到中小企業 其實通通都有 那他們在使用的場景 大部分都是以行銷為做一個訴求 就是我可能是要做我的可能新品 或是我希望可能有些促銷 或是我需要有一些客戶關係的 一些管理 所以這些159萬個官方帳號 都是比較屬於marketing一個導向的 那面對5G 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他有更多的想像 可以是在AR或是VR這些相關的 那我相信在 以marketing的一個運用場景來說 未來在官方帳號應該是 可以有更立體 跟更快速的一些 好的一些體驗 但是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委員也有提到說 像是智慧的醫療 或是有些公共的一些 服務的一些建設 那他在這種IoT或是物聯網 未來加上Line 有沒有什麼更多創新的一個場景 或是更貼近消費者的一個 好用的一個這樣一個體驗 這一段其實應該會是有的 但是我現在沒有辦法舉例 那我們會有更多 朝更多的一些跨界合作 找更多的我們的partner 然後共同來去想說這一段 可以怎樣做更好的一些運用 Collaboration也很重要 對就是雙方合作一邊邊做邊想 是 因為其實蠻多idea 有時候都是客戶可能會想得比我們還快 OK 好 來 下一個問題我們給那個 劉沛 我們是講到說 你常常在那個 你的Vlog Vlog 因為我以前都唸Vlog 對 我後來發現 然後 好 所以你常常會分享科技跟3C產品 我知道你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人作業 你很厲害 對 然後所以你怎麼樣來駕馭這些科技 就是說這些新的東西你怎麼樣來運用 而且可以用得很好 那我想 這個我都很想知道 因為我是科技白痴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傳授一下你怎麼樣學習新科技 我覺得因為我本身是蠻喜歡新科技 那 我可以把它放在影片然後可以讓觀眾喜歡 是因為 最重要的是我本身要喜歡這樣的東西 所以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在2017年的時候 DJI就出了一個空拍機 那 那時候 那時候的之前 如果你是看網路上的影片 是比較沒有人是可以捕捉到那種 從天上的那種畫面 但是DJI一出的這個空拍機 就給我們這種普通人可以買 然後可以拍一些不同的畫面 所以我看到這個科技我是對它有興趣 因為這個對我的影片來說會加分 會把這個影片的感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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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出來的話呢 觀眾會很明顯看得出來 喔 其實這個只是 就是假的 所以 我所有在 要開箱 科技 新的 器材啊 或者任何東西 最重要就是從 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那 the rest is easy 阿 你如果不喜歡怎麼辦 不喜歡就 可是人家要出很多錢 他可以專門拍一集不喜歡的 大家都跟著他比到賺 那就不會像我喜歡的那種講的那麼誇張 OK 但是 可是觀眾會知道你沒有那麼喜歡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 好 來 接下來我們問大眾 這個廣告行銷從過去這個單項傳播 到現在是走入社群 其實是花很長一段時間 那接下來還有AR VR還有XR 我其實不知道什麼是XR 那好 所以品牌這個廣告行銷 是怎麼樣可以做好準備 搶先這個結合新科技帶給消費者 耳目一新的體驗 這個問題問我真的好難喔 因為我 就我講我是科技白痴 也是蠻丟臉的 但是我覺得 不會啊 不會啊 這個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講的 同類同類 對啊 我覺得我講是科技白痴以後 那我講錯就沒有人K我啊 因為我覺得就我們在做的啦 我們大概都是比較是 警銷傳播領域的人 台下有一些認識的朋友 那我們不會是那個 尖端科技的提供者 我們是接收者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趨勢之下 我們的Prepare就是接收嘛 就是我想不管是我們個人 或者說我們所在的公司 現在其實都有很多的 不管是各種管道 去培養我們在於 對於不管是數位啊 這些技術上面的一些 一些知識 所以這個部分我其實不擔心 而且主導全部在我們手上 那當這些東西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我們 就我們行銷跟傳播上 專業的我們的專業技能 我們的強項 我們應該去Prepare 更多對於消費者的洞察跟認識 就是我們把更多關於人性的問題 放在這邊 當我們有 我們有觀察到 或是說我們接收到 有很棒的這種科技的技術 可以運用的時候 然後於是我們可以為它Prepare好 很好的運用的場景 比方說我們剛剛在講的那個 我剛剛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Henafat的那個 那個3D的Fashion Show 它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那個技術其實到 可能之前已經有了 可是他到 到今年其實他找了很好的 做3D程式的人 幫他做了不管是那個 那個人體model的模 跟那個衣服的模 然後於是完成了那個 IG的直播的Fashion Show 那這個技術在今年爆發 可是他對於他想要表達的 就是對於那個服裝材質跟設計的重視 然後還有那個 讓人們可以在第一排看秀的那個體驗 那個人性的需求 那我舉例子 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才講那個愛情動作片嘛 就是說假設我們想像到時候真的會有這個 這個 報復性的這個愛情動作片 然後可以透過那個AR VR 或是XR去呈現的時候 那我們要prepare什麼 就是說他就是 真實的那種感官嗎 的體驗嗎 還是說 人們在那個過程中他更在意的是什麼 可能是前戲啊 可能是聲音啊 可能是是不是要有音樂啊 然後最後是不是要可以來幾句情話 這些東西 可是你把這些東西加進去 他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在做的 好像是應該是比較多是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 所謂的做好準備 反而是更回去找人性的需求是什麼 你看他講 跟我講的就不一樣 層次不一樣 好啦 我們現在接下來一個階段呢 我們是想要談談這個 生態在嶄新生態下 怎麼樣跟消費者溝通 這個主題 那第一個問題呢 我們還是想先問唐鳳 我說 他是在講是說 你被大家視為科技專家嘛 那可是我覺得我們 老實說你對我來講 比較像行銷專家 真的很會賣 而且我覺得你真的很會溝通 沒有 我賣口罩OK啦 大家願意戴才有用 要願意戴才有用 然後 可是他這裡有講到一個 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用最透明的政府來達成 最會溝通政府這個目的嘛 那之前你有提到 之前有一個案子就是 客委會曾經要求你拍攝一系列的形象照 然後你合作之前呢 提出來要求就是照片 一定要能夠二創三創 可以做成梗圖 然後這個專案分享成功 老實說我被二創三創的時候 經驗都不太好 那個民意力量 你不覺得 我覺得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都不太好 可是我覺得你 就是你覺得在 在你決定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覺得要有哪些關鍵 然後是 你有什麼 你為什麼會這麼有信心 你的這個照片 可以在網路上做成梗圖 其實客委會那個案子 他從來沒有問過我 他PO出那個 就是唐鳳國台灣 什麼腦波跟田啊 什麼的時候 就是我也是看客委會粉專才知道 對 所以 你是看網路才知道 嚴格意義來講 那不是一個合作案 那個就是他們的一個創作 被合作 對 我被合作了 對 那當然就是說 為什麼他能夠這樣子對我 他當然有一個信心 就是說 我不會跑去找他們主委 抗議嘛 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事前就已經說了 非常歡迎做成梗圖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說 我們已經有一個授權的概念 叫做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 那像維基百科 當你看到一個圓圈裡面 不是一個C 也是兩個C的時候 就表示你可以去再次的傳播 所以這個就是 讓他有一個 就是法律上的一個信心 不會說他用到什麼程度 就要合理使用 在過去就會被我告了 而是一開始我就說 你只要滿足這些條件 我就怎麼樣都不會來告你 所以第一個是說 他讓再次創作的人有信心了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他要傳遞的那個 不管是客委會要傳遞他那個價值嘛 或者是環保署 要大家下載 鳳查這個APP 就是要節省大家的寶特瓶用量嘛 那或者是說 各種各樣的部會 要做他自己的Promotion的時候 像經濟部就把我那個 P圖到什麼天空 施放腦波啊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也沒有問過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他們要賣三倍券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有 他很明確的那個訴求 有很明確的 剛剛講的意義跟value 其實這些部會都不欠缺啦 那所以我只是 真的只是就是素材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滿重要的一個訓練 就是說不是把其他人看作消費者 consumer 也不是prosumer 好像他先消費再二創 而是他一開始就是collaborator 一開始就是創作者 那這些創作者可能你不認識 但是就是不認識他 但是感謝他 因為他願意讓我這些 梗圖去流傳 那自然就是在我自己拍照片的時候 我本來就會去想說 那現在就是在網路上面有哪一些 就是表情包的這個成分嘛 那所以我就會自己去學那些表情包的成分嘛 就是我就懶什麼之類的 對 那然後對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他們就很容易把它直接代換成高解析度 而且事情有授權 還不用被擔心說道徒啊等等的這些 那對各公部門小編來講 我覺得都是滿不錯的 那另外也是回應就是自己被做成梗圖的這個想法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就是那些也是創作 那我不會覺得說 只是因為用了我的照片 或者用了我的名字 就跟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事前已經都拋棄掉了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就是 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這樣 但是不會變成是說 好像是對我的一個人生攻擊這樣 可是我想 因為before you go 我再插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說可是你在放出這些訊息的時候 你把你的肖像權已經拋棄了對不對 可是你是有一個訊息想要講 我現在講就是說 你怎麼樣控制這個訊息不會超過你想要講的範圍 我覺得這是困難的 就是說這個訊息必須要到達嘛 對 不過因為我的訊息很簡單 就是歡樂無法擋 就是沒有 手部的擋 不是那個正擋 我們公職人員 那個 OK 對 手部的擋 就是我的point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次有trolling 就是有出征的時候 它是建立在一個outrage 就是同仇敵開的這種情緒上面嘛 就是說好像說平常我做這件事情是有 有點root 但是當一百個人一起做的時候好像就不那麼root 的那種感覺就是憤怒的感染的這種現象 那你要解決這種現象 當然只能把憤怒去重新導向到創造力上面 而不是說導向到revenge 或者discrimination 就是對人的報復 或者是對人的仇視上面 那你要怎麼樣去做這樣一個轉換 因為這個轉換不容易做 但做成之後它不會回來 就是如果有看過腦筋急轉完那部電影的話 就是心裡面如果有一個球 它本來是怒怒嘛 紅色的染色成樂樂就是亮黃色的 它染了成亮黃色之後 它不會再回來了 就是不可能再回到怒怒的情況 這是一個類似免疫反應的這樣子一個作用 所以其實重點還是說就是希望說 看到我的梗圖的時候 不管是說什麼開門造劇啊 腦破耕田啊還是什麼 我要傳遞的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訊息 而是一種歡樂的感受 那這種歡樂的感受 其實你只要接觸到的時候 就不可能再回到那種出征的態度 所以因為其實很難改變別人 對於任何訊息的認知 Cognition 是非常難改的 但是Affect 就是感受 是很容易改的 所以你根本 我一開始就不打算去說服你什麼 我只是希望說 你下次再想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可以開心一點 可以歡樂一點 那其實這個就很容易達成 好 謝謝 這個對我來講是很大幫助了 我不知道各位感覺如何 因為我是真的覺得 有時候maybe we try too hard 對不對 maybe we try too hard 這個問題是出在這裡這樣 好 那 因為你馬上要走 兩分鐘 我可不可以開放先給大家問一個好了 好不好 來這一位 好 我們請 我先想說 因為之前你有提過那個 Liless 跟Burn Liless 跟這類的觀念 就這樣 那包括像現在在政府這個 數位開放的環境下 我們其實期待各個產業可以 利用這個數位轉型做到更多的典範轉移 那政府可能在這方面的開放態度 我們除了在比如說金融啊 然後在一些法規上比較嚴格的地方 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未來的一個藍圖 比如說希望在有一些領先產業 或是有一些 更好的範例讓各個產業可以做參考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未來的一個數位發展策略 大概是這樣 其實開放它是建立在大家心理安心上面的 現在金融如果你覺得暫時還沒有那麼開放的話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你的合作的生態圈裡面 資安最弱的那一個你要幫他負全部的資安的責任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就大家不是很願意開放到某個程度 因為你要幫就是最沒有經驗的那一個partner背過 那在那個健康存者也是非常類似的一個例子 為什麼他們都跟大醫院合作 因為大醫院的資安的情況才會跟健保署差不多 那所以這裡面有兩個解決的方案 那今天因為時間而且不是技術的seminar 就很難講很多 但是一個是說我們可以確保說我們釋出的資料 都不是真人的資料 像舉例像衛福部前兩天才釋出了一整批 有就是匿名化過的健保資料 是完整的包含病例記錄 那為什麼因為都已經過世了嘛 過世的朋友是沒有個資的 所以他等於把它捐出來 讓我們未來能夠去使用 那這個當然是很感謝就是這些過世的朋友們 那但是後面就是還活著的人 當然不會願意自己的這些記錄被大家知道 或者被重新還原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一套方法叫做合成資料 合成資料的想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這邊是一堆真正的就是病例啊 是看成紀錄等等 那兩千三百萬個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合成出兩千三百萬個 或者你要的話兩億個都可以 那每一個看起來都像模像樣 但是沒有一個是真的 全部都不是真的 如果有玩過就是模擬城市的話 就是差不多像模擬市民那樣子 就是機器生成 那但是中間就可以有一個AI 這個AI去判斷說 就是這個是真的 看起來像真的 以及這個看起來像是假的 像合成的 那我們這邊產生的 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存取到真正的人這邊 它只是不斷試著產生更微妙微笑的這些 合成資料 那一直到中間這個AI已經分不清楚 到底哪邊是真的哪邊是假的 那這個時候這個合成資料集就可以公布出來 那就隨便你去做怎麼樣子的利用跟研究 因為裡面沒有一個人是真的 只是說你去算平均數啊 去算標準差啊 算什麼的時候 其實都跟真的沒有什麼兩樣 那這個是在今年才比較成熟的一個技術 那所以我想我們未來就是會更善用 合成資料技術去確保說 大家想要三億個健保資料 就三億個健保資料 反正都不是真的人的健保資料 那但是大家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子覺得 好像可用性一定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或者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健保會不會我不小心就被賣給什麼 這個開發商 然後就被重新識別了 那我們要先把這個底層 大家這個就是對隱私的這個顧慮 先確認讓大家都覺得非常的安全 那反正事出的合成的 就好像那個未來肉嘛 未來肉就是不是肉嘛 對 所以但是吃起來很像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都很習慣說這個是未來肉 跟我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尤其如果接下來會有一個個子的隱私 專責的主管機關 那它可以有一個獨立的裁定 好像運安會那樣說 這個真的是安全的 那這樣子在上面 才比較容易去發展應用的這個活動 那大概回到這邊 我這個講到底還是信任啦 好啦謝謝 謝謝 謝謝唐委員 謝謝 然後可以叫你Audrey 可以叫Audrey 好謝謝啦 謝謝 好 那我們還是繼續 來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們想問大眾 我知道你之前有撰文有提到 說好的創意能夠創造文化影響力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 其實不在那麼絕對的環境之下 意思就是說現在這個主流價值觀其實有好幾個這樣子 那這樣的品牌操作會不會有時候反而擔心會弄巧成拙 那比如說嬌生之前那個BlackfaceMatters的這個時候 他宣布下架這個美牌產品 你對這件事情看法怎麼樣 那個把臉塗黑那個事情 我 好 我先那個講別的事情 我就謝謝大家剛剛幫我追蹤那個 因為我同事傳簡訊給我 就是因為大家的追蹤我們瞬間那個粉絲破千 然後 恭喜恭喜 很有面子 很有面子 就是說我來這邊分享 然後瞬間粉絲破千 感覺好像很 滿滿 還記得我的問題吧 記得記得 OK 那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了一個 Wording叫做品牌操作這樣 那我覺得我們講品牌的經營好了 那我說我講那個所謂廣告 我覺得應該是品牌它在於 所謂的文化影響力這件事情 它基本上就不是一個操作 那我覺得講操作就是說 它比較像是在一個風向上面 然後一個潮流上面 我想要蹭這個潮流 然後我在裡面去得到一些 可能是品牌的利益 但這些東西 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品牌真正信仰的價值觀 然後 然後以至於可能誤判了一些刑事 然後最後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這是我對你剛剛提到那個案例的看法 那畢竟因為我也不在其中 那那個品牌也在那個過程中去被 被有一些傷害這樣 那我覺得真正的所謂的 創造文化影響力 那其實還是回到品牌的 經營品牌的核心價值這樣 那其實有一句老話 他們在講說 我們不是 We are not making advertisement We are making culture 就是我們這些做廣告啊行銷的人 其實是我們是在創造一個 社會的價值觀 或是時尚或是文化 我們一起在行塑這個東西這樣 其實這個行業其實是 有蠻大的這個使命感 那回到品牌的最源頭 就是說像我們澳門有一個工具 叫做那個品牌大理想嘛 那其實它就是 身為一個品牌 或是像我們做人一樣 我們要有一個我們 我們的核心的價值觀 我們人生的某一個目標 然後我要 我是朝著那個目標去 那個理想去前進 那每一個品牌 基於它自己的 它所在的catalog 或是它自己背後的story 它一定有一個 這樣子的使命感 然後那個就是 Who you are 然後做品牌 其實好像就好像做人一樣 我做我覺得對的事情 我堅持我想要前去的方向 其實我不需要 然後我對這個社會 去表達我的這個理想 其實我不需要去在意別人 怎麼看我 然後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一樣是去年發生的 前年發生 就是那個 也是澳門的客戶是 Nike Nike 在世界外 他們做那個Dream Crazy 那個campaign 然後他們用的那個代言人 就是那個 美國49人隊的那個 四分位 那個叫 Colin Kaepernick 就是單膝 對 單膝下跪的那個 那個 球員 然後他被 後來他被球團FIRE掉 就Nike用他做的代言人 然後結果引發美國那個保守的 就是 有一些民眾吧 就是 是抵制Nike這個品牌 然後而且是 是非常不開心 然後就 Nike的股價就是大跌 但是Nike根本不管他 然後 過了幾天之後 就是我的偶像 就是金凱瑞 他就上了一個 talk show的節目 他 就穿了Nike的鞋子 然後把腳 翹到桌上 他說 我 我挺Nike 我覺得Nike做得很棒 我也是 然後開始大家就 我挺Nike 我挺Nike 結果他股價就狂飆 然後我們就買Nike 然後就 就整件事情翻盤 可是他絕對不是在操作 他不可能去一起到說 先會怎麼樣 然後再怎麼樣 Nike只做一件事 他 我在做 我這個just do it 品牌的精神 我相信的事情 然後我就是做他 然後那一些 罵我的人 不喜歡我的人 你們本來就不是我的消費者 你們跟我的價值觀 並不一樣 我在溝通的人 也不是你們 所以我不在乎你們的說法 那所以 所以我就還是回到說 品牌 其實就是應該這樣 像做人一樣 看待自己 然後做自己 覺得對的事情 就像他們在那個廣告裡面 講的那一句話 就是那個 那個 Kaepernick他的那一個台詞 他說 相信你相信的事情 即使那代表 你會 你必須犧牲一切 這樣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 其實這是我相信的事 就是你一定要做你的核心價值 然後做對的事 雖然我可能會死比較快 不過沒關係 好來 下一個問題我們問劉沛 就是說 你怎麼看業配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你是最了解自己粉絲的人 那在幫助品牌跟消費者溝通的時候 怎麼樣做到 不只不影響粉絲對自己的喜好 那甚至還用自己的魅力 讓粉絲對品牌的好感最大化 那你有過這個打槍品牌的經驗嗎 其實剛剛跟我問的有一點像 可是 對 基本上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跟粉絲溝通這件事情 對 就是 我覺得 我首先說我覺得業配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就代表 你是有做到一個有value的一個東西 尤其是 如果是更多 錢是放在youtuber上 或者放在網路上的話 那 這個就代表說 更多眼睛在這個地方 現在 很多年輕人 很多人的attention 是已經在網路上 那錢就會跟著attention過去 那 所以像 像 我們還蠻常 收到很多 就是 搖位說 欸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拍這個影片 還拍那個影片還拍 是 但 大部分 感覺是 如果是 他們沒有做他們的功課 他們不了解我是誰的話 要我幫他們打一個廣告 是跟我完全是 無關的話呢 那 基本上就不會合作 因為 可能我對這個品牌 沒有興趣 或者他提出來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拍的話 我對這個沒有興趣的話呢 如果對我沒有興趣 那就等於說 對我頻道沒有興趣 對頻道沒有興趣 等於說 對觀眾也沒有興趣 所以 基本上 我會接的業配 像我剛剛說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是有興趣的 然後其實是 像你剛剛說那個 Nike的 然後我 前面講的演講就是 Be true to yourself 你是誰 你 這個 這個很重要 因為 觀眾願意 回來看你 是因為 他們信任你 最重要是 要得到他們的trust right 所以 只要 我做我自己 他們就會相信我 因為我是 表現出 真正的我自己 那真正的我自己的時候 這些任何東西 都是要 以 符合我 或者 我有興趣 或者 maybe真的 對我來說是 無關的 但是我就想要挑戰 那這個也是 也是 可以 maybe在影片直接說 好 今天是挑戰 也是ok的 對啊 我加一個問題喔 嗯 你有沒有碰過有人來挑戰 你說你做太多業配這種 呃 沒有 ok 對 你覺得業配越多越好 呃 我 我覺得 sorry sorry so你是說有沒有人 挑戰我說我要做 thank you 就是說 覺得你做太多 沒有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接太多 所以歡迎大家找我業配 ok 今天已經有認識我 對對對 歡迎大家多多來做業配 ok好 然後來 我們現在接下來 我們為Susan 然後 幫助品牌 更有效益的方式來接觸消費者 那同時維持良好的這個使用者的體驗 讓消費者不只留在平台上 甚至喜歡要主動跟品牌互動 所以LINE是怎麼樣一個原則策略來規劃這些產品 好 LINE 在台灣現在已經有2100萬的用戶 然後呢 一天呢大概使用LINE大概一個小時 60分鐘 每天呢大概傳了大概至少60則訊息 好 可以有這麼高黏著的使用量呢 其實還是主要的關鍵還是在LINE的宗旨 我們的宗旨一直是closing the distance 好 那closing the distance 這件事情要做到它背後最大的核心就是 用戶的體驗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的 不管是各個服務 我們最重視的就是還是用戶的一個體驗 好 那背上用戶的體驗下呢 未來還有什麼樣新的服務呢 大家可以等一下問Roger 不要來問我 好 可是我可以談一下就是說 我們現有的服務 我們怎麼樣做到更多的 更深的一些用戶的體驗 我舉幾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你現在在LINE的那個聊天的視窗 上方不是有一個那個Banner嗎 你可能最近會看到說 欸 台北市今天天氣怎麼樣 他怎麼會知道我 我現在看到台北市 可是高雄的人開了LINE 他看到可能是高雄市的天氣 那他可能出現的是 今天你牡羊座的一個星座 資訊是怎麼樣 他怎麼會知道我是牡羊座 所以就是用戶他是 就是個人的話的一個體驗 你會發現到說 他其實已經滲透在LINE 每個服務裡面 甚至像LINE Today 你在瀏覽新聞的時候 你下面看到 他上面寫了 猜你喜歡什麼樣的新聞 他就是背上你平常在瀏覽 LINE Today的一些新聞的一些喜好 他已經透過AI的數據 已經幫你主動給你做了一些推薦 或是甚至像是我們的LINE Music 他也會根據你的Behaviour 去給你一個推薦的一些清單 所以這些應用的一個場景 其實在LINE的服務呢 背上用戶的一個體驗上 我們持續在做一個更深的一個進化 那至於在對品牌組來說 其實官方帳號上面 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創新的場景 那這個答案呢 應該要問在座的各位 可能還有現場的人 怎麼說呢 因為LINE其實是一個平台 官方帳號我們開放所有API 技術的一些串結 那要創造出好的場景 跟未來還有什麼樣新的一個場景 其實我們就是跟現場所有一些客戶 跟甚至我們的一些創意技術的 共同去發想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人想 可能只有一點點 但是全民一起想 可能會有更好的一些發揮 那我舉例來說 其實今年澳美有個得獎的案子 它其實是合訪 它官方帳號是一個女生 也跟一個虛擬人談戀愛 那裡面跟 對不起 跟什麼談戀愛 跟官方帳號 它是一個虛擬的一個女生談戀愛 那它是家家它出了一首MV 那個概念是一個虛擬的一個官方帳號 去做一個談戀愛 所以這個idea其實是創意想出來的 那我們把技術開放在後台 它有點像是樂高 樂高我們提供非常多的一些元件 但是呢 每一種產業 或是每一種類型的客戶 它可以組出它很特別的一些樂高 那就剛剛其實也有提到Burger King那個case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有個creative seminar 其實我們也談了那個case 我們把Burger King 因為它是美國的案子 可是它能不能在台灣實踐 透過官方帳號是可以的 真的嗎 所以我們上 有興趣可以我們 今天晚上可以都討論 其實我們就是把那個案子拆解 這一個case裡面 它到底用哪幾個技術 那這幾個技術 其實在官方帳號上面都ready 所以有好的idea 然後呢 你透過樂高這些組合 它可以組出非常多不同的一些場景 我再舉一個很特別的 這是上個禮拜大家非常驚豔 就是法骨山 它的官方帳號 你是可以拿來念經的 你可以選擇 你今天是要念心經 還是要念什麼經 它會帶著你念 你念越多次 或是你還可以PK比賽 然後呢 假設你是冠軍的話 它還會送給你一個虛擬的御手 這是官方 這是法骨山的應用場景 所以這麼多的一些 新的一些創新的服務 其實我們也期待 跟我們市面上所有的partner 一起來做一些創作 我可以再補一個問題 我就是說 你在做這些新的創新的時候 你的客戶很有創意 那你難道不擔心會 controversy 就是 萬一生一個很有爭議的東西出來怎麼辦 通常呢 客戶有一些idea的時候 我們在合作過程中 大概是 我們會有幾個端 第一個是LINE的平台 就是我們原廠 那當客戶有一些idea的時候 他會conselt我們的技術partner OK 就這個idea 技術層面有沒有辦法組出來 做出來 假設在idea是OK 那技術公司看起來是ready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一個場景 OK 好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你其實看過的改點 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我懂了 好 來 我們開放給這個 我們現場所有的觀眾 你們大家有什麼問題 現在趕快問 有什麼問題 問 來 有沒有 不要這麼 你看 我覺得每次都是這樣子 在台灣都 每次 來來來 Roger來 可以問主持人嗎 可以 可以 因為我想把剛剛那個業配的問題 問問看你的意見 OK好 我怎麼看業配這件事情 OK好 業配這件事情 我其實在TVBS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就 我們也做業配的 其實在 可是在傳統媒體做業配 其實比較敏感 相對比較敏感 因為他們把這個頻道 視為公共財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就主張 其實在我們公司內部開會的時候 我就講說 業配你一定要做 OK 因為尤其我那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那感觸非常的深 因為 以TVBS 這個台灣頻道 我要在美國拿到任何採訪的 assets 根本拿不到 今天如果我再不做業配的話 我什麼採訪都拿不到 大採訪都拿不到 所以對我來講 一個新聞記者來講 我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 微軟找我去做業配 Great 因為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機會 可以接觸到微軟的高階主管 Alright 所以我覺得 即使是以新聞媒體 Legacy Media 你都必須要做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New York Times 他也在開 Wine Club Right OK Washington Post 那時候也在開旅行社 我覺得當然 這是一個過程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現在他們大概不用做這個事情了 可是我覺得 這個對於媒體來講 它是一個生存必須要的工具 不是只有在錢上面 對我來講 我覺得真的 那時候對我們來講 access多麼的重要 那現在 我現在變成自媒體 我當然覺得 業配對我們來講 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變成survival 這不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錦上添花的事情 這是我們 真的能夠要走得長久 沒有做這個東西 是不行的 那當然我覺得像 可是像劉沛講 或是像大眾講 都一樣 這個就是你的核心價值 要很清楚 你即使做業配的時候 必須跟你的核心價值是合一的 你這個人才 就是人的 你的人設必須要統一 我覺得這是 這是唯一 這是我唯一的原則 那我覺得 也是 我們也是做業配的 歡迎大家找我這個業配 好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這個問題問得真好 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 來 我也想要那個 繼續業配這一題 但是我想問大眾 就是說 數位的媒體 現在就是變遷了這麼大 那跟過去我們在操作品牌的時候 其實環境變化很大 那現在不找業配好像已經跟不上時代 可是過去在操作一個成功品牌 跟現在要操作一個成功品牌 面對這麼分散的這個數位的環境 到底那個成功的觀念是什麼 因為 我們當品牌主 我們其實最近是有很大的一個困擾 就是 我做了很多業配 但是每個業配可能 那個產出並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那我怎麼樣去達到一個 就是說品牌能夠很聚焦的一個效果出來 像講一下就是這個問題也是好大 而且是 其實是大家共同遇到的困擾這樣 那有時候我們 我們本來所謂的行銷傳播的工作 它被 化整為零了這樣 然後那這個為零其實是造成我們 更難去掌控 以及更累 就是說因為你幾乎是分身乏數 同時可能有好多事情在發生 然後那每一個事情 可能它有每一個事情不同的成效跟走向 然後你也很難去每一個事情去掌控它 這樣 那我自己啊 我現在比較傾向 但是不見得代表澳美的觀點 就是我自己比較傾向是 就是 如果你所要找的 不管是我們講業配也好啊 或是KOL啊 網紅 來 跟你的品牌做一些合作的時候啊 我會覺得 這個 這個 前面的這個把關的機制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像比方說我們最近 但那個不是一個商業的案子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那個 在做那個 那個 那個無限制服 就是uniform那個project 那我們也是會希望很多的 不管是KOL藝人啊 甚至我們也找剛剛那個唐鳳正偉 然後 然後還有一些 不管設計師啊 名人 其實很多人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進來 來幫忙去 去 推動這個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其實我們在 前端的 就是那些 人選的篩選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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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謹的 它裡面包含就是 比如說 政治有政治政治性的考量 然後還有 像那個那個 參與的設計師那Angus這樣 他自己有一個 他的一個公關團隊 然後還有澳美 然後我們就是對於 到底是誰他適合來參與 然後 其實我們是非常非常detail在 在 在check那個 可以參與的人 那這是一個 就是說 你必須把你 比如說你的 不然是你的project 或是你品牌的 核心的價值 然後 去 把它運用到 就是你到底要找 哪些KOL或網紅 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讓 這 本來被化整為零的東西 它能夠重新得到 某一種 不管是形象跟訊息上面的 或是 tone調上面的整合 那另外一塊是說 這是我比較想像說 我們 我們有 這麼多這麼多的 分散出去的 不管是 行銷的 ever現在 然後 它被化整為零了 那 那我們 是不是可以把自己 放鬆一點 因為現在的生態是這樣 我說放鬆一點就是說 我們不用 不要去這麼在意說 呃 它有兩個選擇啦 一個就是說 這麼多灑出去的 可是我 我如果有辦法可以 呃 先 identify 出來說 哪一個是 最有機會的 在我灑出去的 這些東西裡頭 這個東西是會 它是 其實是 最有 不管是傳播 是vio的能量的 那我 focus 在這個東西 其實我 我做那麼多 其實 我只要有 一件事情 去引爆 去 hito就好了 就我有沒有辦法 找出那個東西 另外一個 假設我沒有辦法 那 我讓這些東西出去 可是我讓它有機的去發酵 然後我在看狀況 去 用互動的方式 在這個過程裡頭去 去 實實的去 去 update 它 然後讓 它繼續發酵 這也是 這一種可能性 那我講說 呃 所以你的東西灑出去 我們就不要這麼壓力 說假設我今天有100個東西 它太多了 30個東西灑出去 你不要緊張說 我要30個東西 我都要全雷打 這不可能嘛 因為打一場棒球 27個打者上來 到底有幾個可以打全雷打 可能就是那一個啊 那些沒打全雷打 那也是 它就是佔了一個出局數啊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生態是這樣 那 我們的壓力其實來自於說 我們太想要 因為每一個都是投資嘛 每一個都是錢嘛 那我們太想要 每一個都全雷打 可是其實 在網路的世界 像 其實像劉沛做影片也是啊 他做100支影片 他也不可能100支都 都 每一支都是 點閱 200萬 300萬 不可能 那一定會有 裡面哪個好的 那我們只要 最後有產出那個好的東西 其實就夠了 然後那 對於那些 比較難掌控的 或是說 效果不如預期的 有時候我們就 Leggo 因為明天又有新的工作進來 我現在都這樣想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數位 或是社群的環境 它其實在於累積 然後在累積的過程中 去 累積到可以有引爆的點 然後不用太執著這樣 基本上就是說 給它買下去就對了 好啦 今天很謝謝大家 這麼長一個時間 然後很高興大家來參與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是 10樓用餐 所以請大家 往10樓前進好嗎 OK